你千金球的毒药还真是厉害 这医院从上到下都查遍了 也查不出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 要不是你坚持每天在它汤里面下毒 它怎么会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变成这样 谁让他站着你妻子的位置不放 碍眼得很 你以后可是要娶我做老婆的人 我巴不得他早点死掉 给我同位置 你老婆醒了 殿下说你才是我的老婆 他只不过是个 垫脚的石板而已 小三 孙惠惠 你个小三 真是好笑啊 孟小人 我和陪下哥哥从小青梅竹马两小午餐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你才是那个拆散我们的小三 要不是为了你公司的财产 你以为陪下哥哥会故意设计和你集会 公司 孟师集团 现在叫袁氏集团 你放心 你走了之后 你的公司 当然 我会帮你打理好了 我也会帮你照顾好你的儿子 你们两个状态 你们两个状态 居然叫我大死了 陪下哥哥 我们快送到商户了 你快送到商户了 二零二三年 我 这是回来了 孙辉辉 既然老天要给我一次机会 那我就不可能让你和元培下这对肩负淫妇 消耀自己 夫人 这是元先生特意嘱咐我给您炖的十全大补汤 您可要一地不剩地将它全部喝完 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 要不是你坚持每天在它汤里面下毒 它怎么会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变成这样 我还是不喝 上辈子我就是喝了它做的这一碗又一碗的乳汤 才亏空了身体 到一年后 形同酷高 回天反水 可如果不喝 他们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来对付你 夫人怎么了 快喝呀 嗯 不好意思啊太烫了我就没拿稳 没关系夫人厨房还有 我再去给您盛一碗 夫人您很冷吗 只是产后发虚 总想批点东西在身上 那就更要喝这十全大补汤了 不然好不了分 喝了才好不起来的 好我喝 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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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 不过 我记得我没有开扫地机器人啊 行了 别解释了 快去处理一下 我刚好有点困了 先上去休息了 等着吧 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所有人 包括我 都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以为袁培夏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老公 袁培夏哥哥 孟向人有什么好的 他根本不配做孟氏总裁 请你别诋毁他 我相信他的能力 还一定能胜任 你等着吧 孟氏集团早晚死在他手上 孟氏集团的未来 还轮不到你来操心 老婆 你怎么样 老婆 你怎么不去看我们的孩子 你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直到最后一刻 我仍然不可否认地对他抱有最后一次幻想 可他 却尽手杀了我 你怎么不穿自己的衣服 用自己的化妆品啊 不是你说想要刺激的吗 那就干脆 关车到底喽 他给你工作 又接近你家人 你就这么抱着他 那你说 你让不让我睡就是了 你确定给他喂药了是吗 确定 亲眼看见他晚空呢 放心吧 不管我们今天晚上 在这张床上做什么事情 他都是不会醒过来的 不行 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还醒着 不然 我就抱着你了 他到底什么时候死掉 还没到时候呢 什么 梦氏集团有个保险箱 梦氏集团的最高机密 全都放在里面 而他还没有把密码托付给我 保险箱密码 那是因为上一书 给了他保险箱密码 才害得我家伙热毛 这么晚还没睡 可以等着我呢 老公 我今天要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这个是梦氏集团保险箱的密码 里面有梦氏集团的核心机密文件 现在就将他全部给你了 以后公司就交给你来打理 你放心 只要把梦氏集团交给我 我一定会好好搭理公司 以后你个孩子就负责幸福就好 好 真是个处处设防的箭人 你疯了吧 你非得把他闹起来是吧 我说了 他不会醒过来的 如果他醒过来 那就说明他之前一直是在装 他对你我二人这么信任 又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女人嘛 总是以为感情可以战胜一切 只要你一直让他 感觉到他是被爱的 他就会一步一步陷入其中 无论是家 小孩 还是公司 他最后都会 双手为我丰盛的 那我呢 我是不是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 你干嘛非要把自己 跟我视为他教师的女人相提并论 你在我心里 是不一样的 你总是能让女人为你死心塌地 不对 他在装睡 他怎么知道 我没有在睡觉 我们两个结婚三女 他的生活习惯 我太清楚了 他绝对不会在睡觉的时候 带任何手势 尤其是耳环 原来破绽在这儿 我今天要的剂量吓得最大 说不定 他是顶不住要效 所以先睡了 忘记了呢 他怎么可能忘记 他可是孟孝然 是一个连身边最信任的人 都会设访的 孟氏集团最杰出的女总 那又怎么样 还不是被你我二人 玩弄于鼓掌之间 我看你啊 就是太看得起他了 也太谨慎了 我们两个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容不得我们 该谨慎的时候不谨慎 该狠心的时候不狠心 不愧是我的男人 真是心狠手辣 孟少人 我这下打下去 如果你还不行的话 我就信不是转的 孟佩夏 传来这才是藏在你 人火谦虚外表下的真命 我该怎么办呢 不能躲 就算被宰到 我也不能躲 怎么 舍不得了 人不可能占上自己的本能反应 遇到危险 还不是安堵 何况 还没到死的时候 又让这个贱人多活了一段时间 那就提前预祝我们 企划成功 他的财产 性命 我都势在比他 正常人当然不可能逃脱过本能反应 但我已经死过一次 是从地狱里爬过来的人 还有什么是不能忍的呢 在家辛苦了 老婆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喜欢吗 是前段时间 咱们一起逛商场的时候 看的那条项链吗 是啊 当时我都看你多看了好几眼 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 就给你买下来了 谢谢你 老公 对了 这个汤呢 对你的产后恢复 有非常大的好处 你要坚持天天喝 抓紧好起来 这样我们就连一家三口 一起出去玩了 好 你就放心吧 我会在家好好养伤的 对了 老公 我在家待得有点无聊了 过两天我想举办一场派对 邀请朋友们一起来热闹热闹 可以吗 只要这独一只服用下去 它就会越来越虚弱 到最后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 反正也没上多少时日了 就在你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 满足了一次也无妨 好啊 只要你开心就好 公司还有事 我先去吧 嗯 多好的演技啊 要不是死过一次 怎么会看得出来你是演的呢 吩咐下去 过两天 我要在家里举办一场派对 特别邀请霍海天 要他一定来捧场 他一定会运营 정决定 您这次要喝得可真快 那是汤子 难道她没有喝那个药 夫人 这是什么 夫人 请把你的毯子给我 不用了 我自己去洗就好 这怎么能劳烦夫人您动手呢 孙慧怀 你好大的胆子 谁给你的权利 抽我毯子的 夫人 这不是担心您身体吗 您刚生产完 身子发虚 而且 袁先生也嘱咐过 不能让您碰凉水的 好 那拿去洗吧 依童 妈妈现在身不由己 只能想办法 先将你送出去 送别落在他们手里讲 陪夏 你说 我们的孩子 会喜欢这个房间吗 这个是他爸爸妈妈 知道他将来到这个世界上 给他送的第一份礼物 他敢不喜欢 你就别装了 你装修 真的很假 你再说了 这个是我好不容易 别出来的表情 我们每多一个孩子 都要亲身为他布置你的房间 大宝都还没出生呢 你就想以后来 那肯定的 我们的以后 还有很久很久很久 一通 把你牵扯进来 妈妈对不起你 都还没出生 孙辉辉 让你照顾孩子 你就是这么照顾的是吗 怎么了 夫人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 一同是我的儿子 你怎么对付孟向然 跟我没关系 你唯一不能动的就是一同 陪下你听我说 我没有动过他 是一同他自己过敏 他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是孟向然 只有孟向然进了他的房间 所以一定是孟向然干的 笑话 孟向然是一同的亲生母亲 她怎么可能会是癌兔 只有你 孙慧了 我告诉你 再有下次我弄死你 我以后也会跟你有孩子 你为什么只心疼和他生的种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一同是孟向然唯一的儿子 是他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是我的上半亿 我矫尽脑汁 让他给我怀上这个孩子 你自以为是 你 差点就坏了我的好事 难怪我明明做了安全措施 但是 却还是怀孕了 原来是你做的手脚 是啊 只要有一同在 你就能把我牢牢地拴在家里 鼓暇在分心公司事务 也能让你在有继承人的情况下 最顺理成章的 继承梦氏集团 我的老公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 只不过 这次 你的算盘要落空了 宴会开始 好戏 就要上场了 今天看起来气色不错呢 化了妆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比昨天还累 累的话就不要勉强自己 不好意思啊 刚看到你 万要这么久累了吧 没事的夫人 我不累 昨天 是我一时机动了 你在我们家当管家这么久 一直都是勤快又敬业 一同的事情 肯定和你没有关系 来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也给你打扮打扮 就当是 我跟你赔礼道歉了 走吧 这样一看 你的身材和样貌 其实一点都不输我 要是出身稍微好点的话 早就是那些世家子弟 争相追求的对象了 哪还会来我们家 当什么管家呀 还差一样东西 一个有魅力的女人 怎么能少得了香水呢 别动 一个线头而已 花果味的 很适合你 好啦 我们该下去迎接客人了 梦梦 好久不见啊 货少来了 今天一定玩得惊心 好 前进 大家都是一天进出 八九位数的人 很赏脸来参加我这个朋友局 我孟萧然 一定好好招待大家 要是出身稍微好点的话 早就是那些世家子弟 争相追求的对象了 要不是因为出身 孟萧然 你不过是出身比我强了一些 就从我身边抢走了原培下 夺走所有人的目光 好 花果的香味 你本人应该比花果更香甜吧 好好享用我特意给你准备的代理吧 霍海天 霍氏集团总经理 出手阔绰 换女人如换衣服 最喜欢女人穿白裙子 最喜欢的味道是 甜蜜的花果香 吩咐下去 过两天 我要在家里举办一场派对 特别邀请霍海天 要她一定来捧场 霍氏集团 你答应我的事情 你千万别忘了 放心吧 我霍海天 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女人 这么不漂亮 你看 怎么出来了 就是她 她们是这样的 终于不见天 她们是这样的 终于不见天 真没想到 你干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不至于吧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要不是想K哥连接错了信号员 还真没想到参加个聚会 能欣赏她这样的画面 真是不知羞耻 听说她可是这里的管家 在雇主家里干这样的事情 就这还管家呢 我看她是把这儿 当成自己的家了吧 很吓 说不定 另有隐情 这是你第二次 这是你第二次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我最后悔的就是 把你带到这个家里面 当管家 丢尽了我们家的领 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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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保姆做出这样的事 你不就是看中老的身份和地位 虚心不轨想上位 故意勾引我吗 说不定啊 她还趁着工作的便利 给我下了药 对 没错 你就是下药勾引的我 我不是 你胡说 刚刚明明是你说对我一见钟情 你说想要娶我做豪门太太 我会对一个保姆一见钟情 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以我的家世地位 会说出娶你一个下等人 当太太这样的吗 荒谬 是啊 我们获上什么地位 什么身份 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管家 想稍微想疯了吧 孟董 袁总 你们家出了这样的人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啊 从今日起 将它逐出家门 孟家永不录用 我霍家 也绝对不会录用这样的人 既然两位都这样说的 那我陈家也不会用这个人 黄家也不要这种建稿 不要 不要 收起你那副假惺惺的嘴脸 我用不着你来送 谁说我是来送你的 我只是来看看 一条背叛主人的狗 被赶出家门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画面而已 你是故意的 对 我就是故意的 我故意给你精心打扮 故意告诉你 你除了绅士 什么都比我强 还故意给你安排了一场 现场直播 但千怪万怪 还不是怪你自己抵不住诱惑 对袁陪夏是这样 对霍海天也是这样 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 也活该被他们说抛弃就抛弃 陪夏哥哥 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的可多了 我知道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 知道 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 偷情了整整三年 还知道 你们想害死我 吞掉梦氏集团的全盘计划 我要告诉袁夏哥哥 你这个亲人什么都知道 还一直在那装 你以为他还会相信你 哪怕一个字吗 孙慧怀 我想了很多关于你的结局 但现在这个下场 是令我最满意的 孙慧怀 你就活该被抛弃 活该神败名恋 你放开我 莫少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那么亲爱的老公 接下来 就该轮到你们了 自从将孙慧慧送走后 袁培夏短时间内 没能再找到合适的人 来继续给我下药 即使她再不愿意 也必须接受我的身体 逐渐好起来的事实 怎么了 若有所思的样子 发生什么事了 只是有点担心医童 放心吧 相信医院 怎么了 生了医童之后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亲近过了 自从知道她的真面目后 我连被她碰一下都觉得恶心 更别说和她再近一步 可我和她是父亲 这种事情该怎么变 孟小人 怎么了 可能身体还没有恢复好 偶尔还是会这样 那你恢复好了 身体比较重要 老公 你真好 你比我更好 我现在抱你去房间睡觉 走 这副关心我爱护我的面具 她一戴就戴了几年 这次 踢水不漏 难怪上辈子的我会被她骗过去 快睡吧 培下 培下 我感觉我最近 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想去医院看一下医童 孙会会被我赶出门后 没有人继续给她下毒 她看来是好了不少 如果再用为她好来做理由 限制她的自由 那她早晚会骑你 可以吗 培下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一个人去的话 我肯定不放心 这样吧 我让徐特助陪着你 给你开开车 拉打砸傻的 好吗 不就是害怕控制不了我 所以找个人来监视我吗 说得这么为我着想 还真是为难她 不过无所谓 只要让我出了门 我就有千百个方法 让她跟不上我 好 都听你的 我还有点工作没忙完 我先去了 赶快睡吧 自从给她生完孩子 我就再也没有出过门 现在这样晒着太阳 才给我一种我真的活过来的踏实感 谁买来了 夫人 夫人 救我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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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老板呢 干什么 吵什么吵 好久不见啊 我绝裂已久的好闺蜜 头发怎么这么乱啊 来 我让你们两个去把他请过来 请是什么意思 需不需要我跟你们俩解释一下 老板 这也不能怪我们吧 你当时说请的时候可是咬牙切齿的 我们还以为这是你的仇人 要说是有仇 他好像也没错 你们俩给我滚出去 是 你自己的东西 你自己看吧 拿到你要样的第一时间 我就拿去送检了 检查说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毒药 用久了之后会亏空身体 但是却查不出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谁给你下的这种毒 你不说我也知道 是不是你那个王八蛋老公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是不是瞎了眼啊 孟小然 你一世一鸣 怎么会毁在这种人身上 我知道 你从小是没爹又没妈 所以你有点缺爱 但是你也不至于 缺得这么变态吧 他就稍微对你装出一副 深情不受的样子 你就被他 迷得五迷三道的 干吗 我又不是故意说的 对不起 我就应该听你的 不应该跟你决裂 好了好了 干吗突然这么肉麻 是我错了 静静 我应该听你的 这样 却不会被他骗了 现在知道了 也不算晚 对了 一同怎么样 放心吧 一同被我带到了我的地盘 原陪夏别说动他 找都不可能找到他 那就好 那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当然是将梦氏集团 从他的手里重新夺回来 然后送他进监狱 蹲一辈子牢 那就好 这样还差不多 我认识的那个孟萧然 终于回来了 再过半个月 就是梦氏集团周年庆了 我会在那一天 将他从本属于我的位置上 拉下来 你干什么去了 你干什么 裴夏 你吓到我了 你消失了这么巧 干什么去了 许特助没跟你说吗 我被人绑架了 那你怎么能安然无恙地回来啊 怎么 你不希望我平安回来吗 我 我当然希望你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我就是太担心你了 我爱你出什么事 剩我一个人怎么办 没有 就是两个普通的混混 我给了他们两万块钱 他们就放我回来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老婆 你今天在外面的时候 没有遇到别的什么人吗 没有 我你还不信吗 我当然相信你了 你可是我最爱的人 我怎么会怀疑你呢 但是今天发生的事 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 如果你不在了的话 我跟梦氏集团该怎么办 梦氏集团所有的机密文件 都在那个保险箱里 而你是唯一知道保险箱密码的那个人 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而你又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那我跟梦氏集团该怎么办 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心血复制一举 保险箱 她又想做什么 老婆 让我再为你分担一些吧 我想成为 第二个知道密码的人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不还是想要我的密码 只可惜 孟萧然已经不是之前的孟萧然了 不会再被你的花言巧语耍着转 老婆 现在还不是时候 裴夏 我会告诉你的 但还不是现在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阿爸 我不是着急 我真的是太想替你分担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着想 但是 我现在就算告诉你了 也没什么用啊 可你如果不告诉我的话 你怎么知道没有用呢 孟萨集团的保险箱有两层密码 第一层是我手上的密码 第二层要用钥匙来打开 那钥匙呢 在金晶手上 陪夏 你是知道的 当初为了和你在一起 我和金晶彻底翻了脸 我不想找他 对不起 都是我的问题 原来你也想我了 好 怎么了 我突然想起公司有点事 我先去忙一下 我要你准备的东西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这东西还真是阴毒啊 阴毒 这都是他应得的 我就是要让他闻到这味道 就动情 但动情到最后 却没有该有的反应 他靠女人成了这么多事情 也早就该做好准备 有一天会毁在女人手上 这位女士 请问你有预约吗 之前挂在这的画像呢 您说的是之前 那个女人的画像吗 早就撤了 保洁 这是我的通行证 颜总 快请进 你是新来的 我怎么没在四十一楼见过你 袁总 日理万机 没见过我 也是很正常的 哦 是吗 那你抬起脸 让我看看 说不定我记得你呢 是 让你打扫个卫生 怎么磨磨唧唧的 还不赶紧滚出来 是 袁总 这位郭副总还真是 一如既往的 看不顺眼咱们哪 只要我想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敢瞧不起我 包括她 本来以为你只是我征服孟小燃路上的绊脚石 却没想到你手上 竟然有我想到的东西 看来就算是再不喜欢这女的 我也得想办法 将她收入到终了 还好啊 我今天一接到你的消息 就来电梯口堵你了 不然 你今天可就暴露了 以原配夏的性格 我昨天向她透露了 要是在你手上的消息 她一定会来找你 到时候 你可得撑住了 我当然撑得住 不然 怎么给你拖延时间 好 那就提前预祝我们计划成功 夺回梦水 好 你来干什么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小误会 我得跟你解释清楚 比如你跟萧然决裂的那个事情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而我跟她说 我觉得 你们应该好好珍惜这段游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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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应该这么抛弃 她不应该这么抛弃 原本我的公司 我的办公室 现在被你原陪夏改得面目全非 对 难怪剩下一桶之后 你不敢让我回公司 原来是你这昭然的野心 藏都藏不住 就是她老婆 我也当努力的 必须 但是我在产尼没有 凡Спгор丽 绝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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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陆元先生 夫人他 他 他不见了 好啊 不好 陆元先生 夫人他 他不见了 好啊 我知道了 嗨 静静 我还有点事 今天先不陪你聊天了 好啊 我 我不是要你们看好他的吗 那么些个人 连个冰样子都看不住 我要你们有什么用 银子 你听我们解释 夫人啊 他就是早有预谋 他也提前在被子里 塞了枕头 所以仆人 才会觉得他 一直在房里休息呀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难不成他知道那些什么 如果他已经知道你的计划 那无论保险下的密码 有没有拿到手 我都必须先把他结局给我 趁打监 优优独播剧场 蹼优独播剧场 再结束 有人来过我的办公室 我的相框被动过 可能是保洁阿姨 搞卫生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吧 那个保洁有问题 通知公司上下 给我把他翻出来 老公 我到公司了 袁总 真要开始准备 那个事了吗 当然了 袁总 可是我害怕 要不您还是找 其他人吧 我们都是一条贼船上的人 我怎么能让你先下船 去吧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过来了 不一声不吭 怎么抓得到你惊慌失措的样子 老婆你说什么呢 梦氏集团的变化可真大呀 我都差点以为我来错公司了 我都差点以为我来错公司了 你就是太久没来 所以看什么都新奇 是 你也觉得我太久没来公司了吗 那我以后一定要多多来公司 好好给你谈班 不然你一个人扛下所有 该多累呀 谈什么班 你忘了吗 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还好我还记得 一大早就瞒着所有人 去给你准备惊喜了 这些都是我亲自给你做的 你一定要一口不剩的 全部吃完 老婆 你身体不好 你老在外面跑 我真的会担心的 嗯 好吧 不过公司周年庆那天 我一定要陪你一起出席 周年庆的时候 有我在就好了 你要安心在家调养身体 这是什么 啊 袁总听说你来到公司 特意吩咐我为您准备的 嘿嘿 又是这碗汤 我很感谢你 变着法儿对我好 但是你要真的想对我好 那就应该一辈子躺在床上 再也没想 孟小人 你这么爱我 一定会同意的是吧 老公 有你在真好 我都不用操心公司的事情了 老公 有你在真好 我都不用操心公司的事情了 对了 公司周年庆那天 我决定将梦氏保险项密码告诉你 再和你签订股份转让书 让你成为梦氏集团 真正的掌权人 怎么了 好棒啊 医生特意嘱咐我 说你最近身体寒 那能喝这些 好吧 你身体不好 就好好在家待着 我这就让人给你送过去 行 去多数 把夫人送回家吧 好 夫人 请 那我先走了 那就需要你多活几天 等保险项密码到时 你就快下来你去了 是谁把我出去的消息 透露出去的 我问是谁 还需要我调监控 一个个找是吗 那个 夫人 是我 那你说说 这个家的主人 到底是谁 说 夫人 是夫人 这次 就扣半个月的工资 再有下次 直接辞退 我知道 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里 一直是陪下管事 所以 你们自然也偏向于他 但是 现在既然我回来了 你们也该掂量掂量 这个家 到底是谁在发工资 以后再有任何人 向他透露我的消息 你们自己掂量下后果 是 恭喜你啊 重获自由 不过是给家里仆人杀鸡锦红 拔了几根眼线而已 离真正的自由还差着远呢 不管怎么说 现在也没人限制你出门了 你行动要比之前自由多了 你跟袁陪夏 现在怎么了 好 他已经上钩了 开始试探我关于钥匙的事情 拖着他 按我们的计划姓氏 别忘了你的文件 我会帮你推延时间的 好 等很久了吧 没有 刚来 胡说 咖啡都能量了 别跑 给我再 你 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别打他住 多少年过去了 还是救人隐秘 以身相许的老套 小妞长得挺不错的嘛 今晚陪哥们乐呵了哈 想碰她也可以 先问我同不同意 关你什么事啊 大哥 大哥 进来 元太 元太 我孟孝然在梦氏集团 什么时候成为元太了 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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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白地说吧 我身体恢复好后 我身体恢复好后 就会回到梦氏重新掌权 各位都是董事会的中流砥柱 且都有把柄在我手上 还请各位好好掂量一下 我回来之后 你们向谁负责 以及 向谁汇报公祖 梦头 我们肯定为梦总马首施瞻 梦总让我们往东 我们绝不敢往西 是是是是 好 那公司周年庆 我就期待各位表现了 怎么又穿过以前的衣服了 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呀 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呀 只不过 我们在一起太久了 早就忘记之前样子了 怎么 你不喜欢我穿成这样子吗 你穿什么样子我都喜欢 只不过我更喜欢你 温柔咸慧的样子 毕竟没有什么比 让一个集团的无所在 替自己洗衣做饭 更让人有充满 你身上什么味道 怎么这么香 不是你平时用的香水味 应该是 扑进晶晶身上的香水味 刚才去见那个女客户 应该是表现蹭到了吧 撒谎还真是连眼都不眨 不过能蹭上这么浓的味道 晶晶 应该已经得手了吧 老婆 你真的要在周年庆那天 把密码告诉我 当然了 你是我最信赖的人 我要在大家的见证下 把密码告诉你 另外 再恳请晶晶 把钥匙还给我 你对我可真好 袁培下 你就好好期待周年庆 那天的到来吧 孟宁总好 孟宁总好 各位公司员工 高国好 一年多没见 想必有很多人忘记我是谁了 以防万一 我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我叫孟宵然 是孟室集团的董事长兼CEO 至此公司周年庆祝 我宣布 我将把保存孟室集团核心机密文件的保险箱密码 告知我的丈夫袁培下 从此以后 我孟宵然 功成身退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公司事务 全权由袁培下负责 这是保险箱密码 你可以用它 打开保险柜第一层 好 谢谢我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还不明显吗 孟宵然 孟室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了 还不赶紧滚 若嫂 抱歉了 孟宵 我最爱的女人 是京aven 无冤北下在此宣布 我将以寶氏集团袁总裁 就今日 离开 签了吧 我已经签过了 剩下你签了就好了 放心吧 他们已经被我赶走了 裴夏 谢谢你啊 我知道 你现在呢 正在要公司保险箱的钥匙 我会给你的 但是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在公司周年轻当天 宣布和孟萧然离婚 并且将她 永远逐出孟师集团 离婚协议 对 离婚协议 你如果现在自愿签了的话 我还会给你留下 足够过爱你下半辈子的资产 那我要是不签呢 你别忘了 一同还在晶晶入骨的医院里面 好 我签 你们别伤害一同 来吧 我筹划了这么久 终于拿到了孟师集团核心资料 从今天起 我就是孟师集团的主人 我签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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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会看上你吧 凤红男 我耍你呢 这里面的东西啊 早就已经被萧然换出来了 剩下的呢 是我们留给你的惊喜 莫萧然 你耍我 耍你 你不也耍我吗 我让大家看看 你都干了什么好事吗 什么呀这是 你看看看 快捡起来 这不是 怎么见了 天哪 咱们结婚这段时间里 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出轨多少次 你还数得清吗 老婆 你听我说 我都能给你解释 那谋财害命 给我下毒呢 你什么都知道 是啊 这是我付出生命代价 才换回来的答案 孟萧然 我 我可是你最爱的人 你不要这么对我 趁 趁此周年庆 所有董事在习之际 梦氏集团原总经理员陪夏 在今天自愿与我提出离婚 从此卸任董事长职位 不参与任何财产分割 净身出户 从今天开始 我孟萧然重新执掌 梦氏集团董事长职位 现正及反对意见 谁反对 请举手 这 既然如此 那就是全票赞成梦萧然 重新执掌董事长的职位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不该啊 不该啊 袁培夏 你涉及危害集体经济罪 杀人未遂罪 我们将他带走 抓走了 走 梦萧萧 袁培夏 这是你应得的 走 梦萧萧 只是让你吃一辈子劳饭 已经很便宜了 一桶 七婉 妈妈 下班了 下班了 回家吃饭 谢谢你帮我接一桶啊 公司实在会议多 走不开 姐妹之间 说什么谢谢啊 而且我知道 咱们梦氏集团 现在正在冲击 全球经济首席地位 您贵人世忙 我理解的 好了 走吧 怡童 怡童 来来 走吧 走吧 宝贝 对了 车都已经三年过去了 你真的不打算 再谈一个吗 我也不是催你 我就是想跟你说 没必要因为个别男人 就不敢在爱情上 迈出一步了 毕竟我们萧然大总裁 我演资的更好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放心吧 如果遇到合适的 我肯定不会犹豫的 只不过我们女人 一定要自立自强 这样子才能从容地面对 一切变故和危机 所以如果结婚的话 我不会让自己再陷入 被动的地步了 梦氏是我们奋斗了 半辈子的立身之本 我不会再将它 拱手让人了 这可是你说的呀 我这次呀 可是拿手机都录下来了 你下次要是再犯 我就拿它 直接帮你拍醒 行 来吧 宝贝 走吧 我们回家了 走 谢谢大家